台九县复原道瑞穗段新道路拖宽路段 车祸频传 17号晚间又再传车祸事故 一辆轿车失控自撞路中央扭泽西护栏后 又不慎的波及同面向的轿车 造成翻车意外 两车两人受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的危险 地方对于安全景观大道的行车 安全环境也高度的质疑 台九县北冈大桥路口附近 17号晚间再传车祸 失控自撞路中央扭泽西护栏的轿车 不仅四轮朝天繁复在中央绿直升带 也波及到了同项的另一部车 造成两人受伤 经消防队救护车紧急送医后并无大碍 两车驾驶均有合格驾照 无酒精反应 本案严谨已成绩完成现场车位收证 肇事责任则有待专业监验单位分析 一定行造车 台九县部员到瑞穗段 为新道路拖宽路段 双向六线车道比值平坦 常有驾驶行为不当或不注意路况等等的原因 使得车祸事故频传 警方也加强呼吁用路人 行车千万小心 才能快乐出门 平安回家 呼吁驾驶人 驾车行驶 务必要注意车前状况 并系统安全带 行进路口 务必要减速慢行 礼让来车 确实遵守速限标志标线 及号制制指示行驶 台九县瑞穗 新道路拖宽路段 车祸事故频传 17号晚间的这一场车祸 也再度引发了地方 对于公路局规划设计的 这一条安全景观大道 新车环境的安全性高度质疑 记者时玉兰瑞穗采访报道